星期五美股下跌,恒生指数低开217点,9点半期指续27636,比上星期五四五中低450点,现货一开外围下跌,来人来险急回,科技股除了小米外普遍下跌,其余个股回控有帮中移动组段单边向下, 早段来说只得汽车板块做好少少,期指列口低开后单边向下跌,10点44分到27354全日低位,之后外围好转内地股市反弹,来人来险止跌回升,科技股亦弹回少少少,其余个股汇控有帮止跌反弹,中移动更加倒升,期指慢慢见底做好,12点中期收获27509 好,吃下午饭回来,内地股市继续做好,来人来险普遍收服失地,大科技板块继续下跌,当中未团跌幅最大,其余个股传统板块普遍向下,得值中国移动做好少少,期指下午只有百多点波幅,四点中期收获27461 讲下明天的个人即市策略 先讲大市,上星期期指连升五日,两次去到28200附近,遭遇阻力 加上星期五美股下跌,香港这边列口低开后,即市再跟障外围向下 上午曾跌穿27380,即近10天黄金分割,0.382支持位左右反弹 同期内地股市继续做好,下午内地越升越有 但香港埋单计,由低位来说反弹只有百多点 走势明显转差,板块跌幅上算全面 相信若非内地帮忙顶一顶,个市应该可以再跌深一点 话说,个市跌了几百点,应该没散户,敢在这些位置大力追沽 但个市但也不多,很明显就未跌完 加上,北水上星期五开始又沽美团加腾讯 而星期一只是近日第一次下跌 个人来说,偏向继续找位做胆,多过去楼底 明天即市好仓不提供,即市建胆仓 27510加50点,建即市胆仓 指市为开仓150点 留意即市留意北水是否继续沽腾讯和美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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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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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